打开 这会儿咱们没事了 这会儿没事了 简单的先给它弄固定 大家好,我是金阳 这个Lucky 那天我把它领出去之后冷了 回来之后就开始咳嗽 因为早晨一下雪 晚上一上那啥一冷 没注意它 保温没做好 所以就咳嗽了 昨天喘得特别厉害 一晚上我就听见它咳嗽的 就那样喘 所以今天赶紧去宠物院 宠物店里边拿的药 给它拿回来之后 给它直接树叶 好得快 然后这个小狗呢 它俩不经常在一起嘛 怕它传染 一会儿也给它炸一次 一会儿 今天给它树一次 让它树两天 等着我一拿药啊 别动 咬不咬啊 你还把它咬 刚才给它去扎个琉璃汁 还没走到家呢 就把那针头给咬下来了 整个拔掉了 是不是把它的脖子还在固定住啊 就那样带那个脖圈就行了 不然 停 咬不ических 呑 拉开啊拉开 你这家伙 受多大队吧 没事没事 没事不疼 上边这个圈再粘一下 哪个圈 沾针头那个胶部 他那个用的是窄的 怕一会掉了 从前给他粘一粘 这个小狗带了个嘴罩 老实了 也给他梳一瓶 让他身上有抵抗力 这还让他俩在家呢 家里暖和一些 嗯 空间剥不到 没有 把他腿给他弄出来 你别在这趴着呀 对 别趴着了啊 你把他那个腿 就这样 那样让他趴 压着那个腿 先给他张上的说 不滴啊 不滴啊 拿那个啥 让我抽点盐水给它打一下 血管没痛开 打哪 打那个腿这块 腿这块 等一下 来来来来 没看着 我说着呢 我以为这个不留呢 留了 别动啊 你粘个胶带 哎呀 他的你别粘得长 不粘得长 长了他的血管不流通啊 血管他小细 有一圈能打过圈的就行了 有点冷他是吧 他不跟拉开挨着 一会把灯放低点 踩转 踩转 你学一门介绍你的啊 别够扎针 OK K了 别压着线了啊 别压着线了啊 别压着线了 别压着管了啊 让他 在这边握着才好 压着这个腿 握下吧 别踩着了 他带这个不习惯 握这边吧 握下我握下 拉开 这会儿拉开不难受了 好多了这腿 小马克 小马克 今天 开始睡也就没睡 现在你看 没精神 好多了 看那眼 看那眼 带个头 那个头罩 还不舒服 他们两个到现在 是最后一瓶叶了 哎呦 从一点 一直梳到这个点 外面都黑了 七点多了 嗯 嗯 最后一瓶了 拉开这个下得快 马上就完了 嗯 树叶当中啊 他这个拉开 又吐 一直还还在这 只要你不在跟前守着他 他就 就发出那种 呃委屈的声音 这家伙 必须有人坐到这儿 守着他 他那个低的太快了 又想吐了 赶紧给他调 他那个嘴硬那样就想吐 不能太快了 哎呀这小狗不能快了 也不能太慢了 太慢了 这个你看看都输了几个小时了 还没输完这几瓶叶 嗯 但是他输完之后真有效果 嗯 不像 昨天晚上那样 一直在那喘 拉开一直就 睡觉睡睡觉的时候不安静吗 就能听见他自己 啊啊 就那种声音 今天输一输完夜 明天早晨还接着给他们输 还得输几瓶 嗯 只要得两天到三天吧 这小狗是一点事没有 嗯 拉开 趴头 拉开 嘿嘿这头头套挡着呢 他抬不了头 你看拉一吐的 微粘膜都吐出来了 吐完了这个 粘痰就没有事了 嗯 行吧 你看看 液体凉 然后他梳上之后 身体也凉 然后就开始发抖 那有毛汁你不坐上 你非得坐那个 那块没有毛汁的地方 哎呀 我说要有毛汁 是一种小狗的 还是一种小狗的 而是一种小狗的 这种小狗的 就是一种小狗的